老妈子拿着一把匕首剑剑毕竟女人 只为抱前几天自己被山巴掌之仇 不料关键时刻 秦瑞生破门而入 原来早在雪儿被绑上马车之际 秦瑞生便察觉到了别尿 于是紧跟期后 果真发现了问题 郑大娘见竟然有人捣乱 便吩咐手下将秦瑞生拿下 不料被秦瑞生三下五除二放到在地 而郑大娘也被打晕了 随后雪儿满身伤痕地回了方府 二奶奶见状还假装关心 大娘 您可得为我做主 说着就将郑大娘压了上来 称郑大娘竟然绑架自己 对自己用刑 二奶奶见状急忙假装恼怒的斥责 郑大娘竟敢对二少奶奶用刑 真是吃了豹子胆 随后让雪儿看在自己的面子上 不要再计较 违想雪儿并不吃这一套 他让二奶奶必须将郑大娘送官法办 在众人面前 二奶奶只能忍痛将郑大娘送官 殊不知隔天她便买通官府 将郑大娘放了出来 还给了她一些钱让她回家养老 却不知贪财的老妖婆竟然嫌弃二奶奶给的钱太少了 偷偷溜下马车跑回了方家 找到了二奶奶 二奶奶警告她不要太过分 随后郑大娘直接狮子大开口索要一千元 却不知就因为她的贪婪让二奶奶彻底爆发了 她趁郑大娘不注意用刀将她杀害了 这一刻 二奶奶将这一切又都算在了雪儿的头上 发誓自己一定要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 隔天二奶奶便找到自己的老乡好二老爷 和她合谋怎么除掉雪儿 最终两个狼狈为奸的人终于想到了一个主意 二奶奶称自己年龄太大了 力不从心了 想将家里的事业都交给雪儿来管 但雪儿在接管家业之前必须要去寺庙祈福才可以 虽然知道二奶奶肯定又有什么阴谋 但雪儿还是觉得顺其自然 果然不出所料 在雪儿去寺庙祈福的路上 就遇上了劫匪 然而这些劫匪却明显是有备而来 典型的要钱不要命 就在关键时刻 消失许久的方子恒从天而降 将雪儿救了下来 随后带着雪儿扬长而去 而在方家 当听到下人来抱二少爷二少奶奶回府时 二奶奶听言顾不上震惊 想急忙开溜 然而却被进门的两人逼了回来 方子恒指责二娘心太狠了 竟然三番五次地陷害自己 杀害雪儿 在二奶奶对于自己的罪行尽死不承认 还大言不惭地让两人请方老太出来主持公道 因为他深知方老太此时正陷入昏迷 根本不可能出来 然而下一秒二奶奶却傻眼了 原来方老太早已知晓自己被人下毒 这才上演了一场装病的戏码 没想 那人竟是自己信任的二儿媳 二奶奶早已被方老太的突然出现下猛了 也知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被发现了 于是急忙跪地求饶 方老太虽然痛心二奶奶的所作所为 但念及他为方家生下一个长孙 便罢免了他在方家的一切职务 将他囚禁在了方家的后院费斩 还将方家的四成家业都交给了子恒管理 处理完一切后 子恒才将带回家的丘容介绍给雪儿认识 那么两个女人直接又会发生怎么样的故事 这个我们下节讲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